嗨 大家好 我也不知道今天Facebook做什麼 在這裡祝福大家 今天是我們中國人的情人節 元宵佳節 Mary答應了朋友 好奇好 因為很快就是我們西洋的情人節 很多人都會有餐飲 或者是去約會 去拍拖 一起吃飯 所以Mary今天答應了 講一點點餐桌禮儀 希望大家受用 先講第一件事 我剛才在電台節目也說了少少 我再重複一次 我為什麼會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們就是華洋雜柱 其實我們都真的需要懂得一些國際禮儀 所以Mary今天跟你說的這個餐桌禮儀 是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先說回那個我看見很尷尬的畫面 就是有一個金銅玉女 一個很帥的男士 有風度 拿著桌花 然後在他旁邊的女士 很漂亮 兩個一起繞住 進了一間餐廳 我剛巧那天 都是情人節在那裡吃飯 你知道情人節很多時候 餐館都會是兩輪三輪 如果生意 有時都好吃的那些 所以我已經在上一輪差不多吃完了 看見真的眼前一亮 金銅玉女很有型的進來 那男士就幫女士拿著桌花 我相信那桌花一定不會是女士自己買的 當然男士送給她 幫她拿著 很有風度 女士先走 走到埋位的時候 男士就把桌花交給侍應 然後想拉開椅子給女士坐 但真的很尷尬 當她拉開椅子的時候 因為那個服務員拿著桌花 看到男士拉椅子 她當然不會跟她搶她 紳士風度的機會 誰知道那女士 一聲就坐在她對面 男士看著 大家周圍的人都看著 其實真的挺尷尬的 因為應該的女士 就不要坐下 交了一張花 然後男士幫你拉椅子 她就站進她的位置 然後男士輕輕拐上椅子 讓女士坐下 這本來是一個很和諧 很優雅的畫面 但因為女士可能沒有留意 或者她真的不知道 原來餐桌禮儀是一個 就算男士不懂得幫你 我們也是需要 給侍應幫你拉椅子 然後坐下 好,我開始說餐桌禮儀了 一般坐下 我講的最簡單 因為我不想太長 有一個餐巾 通常有一個餐巾 摺得很漂亮的 放在這裡 通常適應會幫你拿餐巾 把餐巾養開了 交給你 有些時候不會的 你會看到她有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裝飾 餐巾摺得很漂亮的 然後有一個東西套著她 你把餐巾放下 然後把餐巾 在旁邊輕輕開了 然後三角形對摺 我這條餐巾很潮 因為我突然說做 三角形對摺 前面那塊小一點 後面那塊大一點 然後鋪在大腿上 或者是長方形 前面那塊小一點 後面那塊大一點 然後鋪在這裡 通常我們所謂吃的 比較傳統的 高檔一點的晚宴 西餐廳 我們不會放廁紙 電話 全部放在桌面 唯一你會用的就是餐巾 抹嘴 各樣的東西都是用餐巾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抹完之後 會有些唇膏 有些東西滴進去 我們怎樣呢 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這樣捲 看到嗎 在這個位置 即在你的大腿上 就捲 捲來捲去還有很大張 就不用給旁邊那些 看到你那些 滴到骯髒的東西 餐巾是由頭到尾都要用的 就不要放在這裡 我衣服很漂亮 我要放在這裡 就很肉酸的 就很肉酸的 就像小朋友吃東西 又不要放在胎上 又不要放在腰上 更加不要把它放在前面 如果你有個碟 我今天特意不放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現在用這個鏡頭拍 所以你只是三角形 像我現在這樣 或者長方形 摺了之後 把它放在大腿上 一開始坐下之後 就要做這件事了 不要等吃東西 不要等其他 通常一坐下 可能有些麵包 那些 其實你都已經可以吃了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肚餓 如果不是的 當然最好不要吃 麵包拿著 你記得下杯酒杯 所有都會在右手邊 不好意思 那個Wi-Fi很不行 不過不要緊 基本上我停下停下 你們都會聽到的 這個就是酒杯 和茶杯的位置 在右手邊 我會將這個圖 待會結束之後 就放在這個Post上 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你看到我桌上有很多餐具 通常 右手邊 就會是刀 和匙巾 左手邊 就會是叉 上面這隻 就是甜品 通常外國人吃的餐 餐具 從外面吃進來 外面一對一對 這隻刀 這隻叉 通常是頭盤 即是一開始吃東西 頭盤 再來一次 我的Wi-Fi很不行 不過不要緊 我可以逐一逐一逐一做 OK 拿著刀 時 注意不要移起手指 是非常噁心的 拿著它 第二隻手指 按著刀 這隻也是 拿著叉 最幼的地方用的手指 按著它 切一塊吃一口 切一塊吃一口 不要這樣餵自己 看見你的手勾起 好像餵自己吃東西一樣不好 切了之後 是順著 平衡自己的嘴邊 然後這樣吃 千萬不要這樣插自己 刀叉 插好它 我今天就不說太多 待會應該怎樣去 說話的時候 怎樣放下它們 我真的見過很多 尤其是電視節目 才離譜 那些什麼CEO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身份的人 總之拿著筷子 就天下無敵地刺你 拿著刀叉 就像指揮家一樣 一邊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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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叉就要放下 放下的時候 有幾個方式 我特意把這隻碟 細直一點 因為畫面的問題 當你放下的時候 你可以放在這隻碟的兩邊 看到嗎 放在兩邊 右邊刀 左邊叉 那你就說話了 你又怎樣怎樣 我又怎樣怎樣 就不要坐在這裡那麼噁心 然後另一個做法 就是兩隻刀叉 放在碟上 刀和叉放在碟上 當然這碟是大一點的 第三隻 就是怎樣 第一個方式 就是刀在下面 刀在上面 放在上面 像交叉一樣 就說 Please don't take it away I'm still eating 不要拿走 我還在吃 如果你真的好像我現在要說話 你的刀不可以上來 永遠都是坐下 手不要駕起 貼著身體 很優雅 切一塊吃一口 多數美加形式的餐桌 他們會怎樣呢 就是切切切切切 然後把刀放下 然後這些牛扒也好 它是一塊一塊吃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容易發生 就是因為你在這裡吃 吃一塊牛扒多好吃 你跟著手就拿一塊杯 喝一口酒 然後就刀一塊 你那是多噁心 不就是大吃大喝 所以我們洗澡 我經常說 用歐洲式的好一點 就是拿著它很漂亮 切一塊吃一口 切一塊吃一口 好了 吃完了 刀叉平排 好像恩愛夫妻 或者你和你的老朋友 寄好Buddy的放在這裡 就叫做吃完了 就算是茶餐廳 快餐店 也要不斷重複去練習 將來你去到高貴餐廳 就不會記得 突然把刀放進去 為什麼呢 吃過的餐具 永遠都不會再放在桌面上 因為一放在桌面上 弄髒桌布 或者弄髒桌 是扣很多很多很多分的 記得吧 右手拿刀 左手拿刀 切一塊吃一口 不要飛起手 平放到這裡 吃東西要說話的時候 放下刀叉 慢慢說 很短牙 吃東西再拿起 如果你喜歡 我用美加式的 切完了 放下刀 可以嗎 可以 不過有危機 就是 你會一路吃 無端端拿杯飲 這也要注意一下 好 我再說另一件事 你看到 我的刀叉大致上 因為畫面的問題 你會看到 右邊刀 是匙羹 左邊是叉 這匙羹 要注意 這是湯羹 有機會 第二次我會特意說 如何飲湯 因為飲湯其實容易出洋商 還有這邊 有個麵包 有個麵包碟 有個麵包碟 有個麵包茶 牛油刀 我放在這邊 當你的湯碗 在這裡 如果我們喝中式的湯 自己人 中國人 自己人 我們喝湯 不是用這些匙羹 而是雅羹 甚至有時 你知Fusion 現在外面的餐廳 很多種不同的餐具 所以你注意 這匙羹 好像打乒乓波那樣 看到嗎 兩隻手拿著它 又不要太低 又不要太高 摔下摔下摔下 在中間位拿著它 就好像打乒乓波那樣 我經常教他們 會唱的 很適合 就是拆卜 拆出去飲 拆出去飲 所以飲西式的湯 向外不然之後飲 不是為自己喝 看到我手多噁心 拆出去飲 拆出去飲 喝時不要嘘嘘嘘 嘘嘘嘘聲 如果湯太熱 就不要喝 不要上湯 上來就到湯 非常噁心 喝汤匙汁 像现在这样 拿着胶 不可以用这个位置 不可以用卫生 然後拿着 向外拔 喝中式的汤匙是向自己拔的 不是你和什么人喝汤 不要突然跟中国人 和外国人又这样 是吃什么餐 如果你吃西餐就是向外拔 你吃中餐就是向外拔 这里有匙羹是这样的,是鸵蛋型的 就不像这一样,圆形是汤羹 这只鸵蛋型是什么呢? 刚才我已经吃了一个头盘,就是你吃意粉的 第二次我会示范给你们看 很多人会因为左手握的叉 很多时候人们不会转,转得不好 很多人都是右手的 所以我们一拿出来,就用右手握叉 然后,这里有很多意粉,因为我今天没有用意粉来示范 铲出来之后,撥一点,就在这里转 一边转,这里有意粉,转转转转,转到一条意粉都不定 不几条定住,然后吃好 所以拿了少许意粉,拿了少许意粉,当成一只碟 拿了少许意粉,就一边转,一边拉它 看不见?好像做跳舞似的,很漂亮 一边说话都可以转,转到一条都不碟下来 然后就可以吃了 就是这样,所以这只匙羹 就会在你的右手边 一般来说,再回到这里 到这里,可能还有多些餐具 我免得带这么多东西 这把刀和这把叉是什么? 吃主菜 主菜就是牛扒 切一块吃一口吃一口 清楚吗?很清楚 接着就是这只匙羹 这只匙羹是所有东西拿走之后 就是用来吃甜品的 你不要之前很聪明的 这只匙羹就觉得这只匙羹更适合 那你拿了这只来吃意粉 这只在上面,通常放在上面 甚至有时不会放在上面 到你叫了甜品才放下来 注意一下 面包也是有很多学问的 今天我不说这么多了 我重复一次很快的 如果你现在才进来 一坐下,餐巾 三角形对接,或者是长方形对接 由头到尾都要放在大腿 当你要离开位去吃自助餐 或者去洗手间的时候 Excuse me 不要突然弹起来 嚇死人来外面 即是旁边的纣事 知道吗? 不好意思,我想去洗手间 为什么这么说? 叫他做纣事 叫他起来帮你拉一拉椅子 知道吗? 那你当时是怎样呢? 你的餐巾本来是在大腿 我拿起来给你看 你起来的时候 不要让人看掉餐巾的 在自己的大腿 将它卷 看见吗? 很容易的 在大腿上更容易卷 卷到正如我现在的 看见吗? 很漂亮 不用特别有很多技巧 在大腿上卷卷卷卷卷 卷完之后 你的餐巾不要放在椅子上 不要放在手柄 放在椅子上 然后起床去洗手间 如果你吃完 你的餐巾是放在桌面上 你看见吗? 很干净 如果你真的想它不见多些 你会摘小一点 就放在这里 请你的餐巾 不要离开位置 周地也是 或是拿起一块 放在这里 是非常没礼貌的 这个我特意做给一些朋友 就是未来 在情人节 要去吃饭 要知道了 不要出阳上了 让男士帮你拉好椅子 坐下 然后开餐巾 开餐巾 铺在大腿上 要喝的 有时就注意 我今天就说不到 给你听 怎样去品酒 去 wine tasting 那种做 不过将来有机会 再跟大家讲 因为不想太长 餐具记住 全部放在两边 右边全部是你的杯 不要用左手拿杯 因为你用左手拿杯 拿着别人的杯 记住 你的面包是在左手边 面包的碟在左手边 不要去右手拿面包 拿了面包之后 不要放在别人的右手 不要放在别人的碟 不然你在吃别人的碟 吃着别人的面包 那碟就不好意思 又是出阳上了 好吗 大致上是这样 记住说话的时候 不要拿着把刀 就像别人这样说 或者把筷子弄下 放下它 好点一下才说话 好吗 要离开座位的时候 让男士帮你拉一拉 一张单 给他一个机会做紳士 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熟女 就不会有紳士 因为你都不懂 别人帮你拉椅子 但是你等到天亮 那男士都不帮你拉椅子 又不帮你开门 那你当然自己开 所以如果没有紳士 都很难有熟女 好了 拜拜 祝福大家情人之快乐 今天是元宵佳节 希望大家一家一起整整 健康平安 常常喜乐 每天都活在天父的爱里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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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